不起眼的格斯丁 和几片废弃的笔袖缸 是江澄瑶经常打玩的玩具 在他的巧手下 幻化成一件件艺术品 展现出活泼可爱的童趣 江澄瑶 他小时候就小时候 因为我们家是做铁工的 开铁工厂的 所以说他都在我们旁边 绕着机器 绕着师傅在这边玩得到 生意中间 他对铁就是产生一种 不会怕脏的这种个性 就喜欢摸动摸细的 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就跟着我做铁工的工作 技术的东西就从这个时候 开始入门的 小时候生病造成的听力受损 让江澄瑶在学习的路上 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抱持对艺术的热忱 化腐朽为生气 将一块块废铁 变成精美的艺术品 我看过铁工厂 大部分是从中国中来的 因为我过瓶来讲 这些动物跟鸟 分铜 然后在寄展中 在边里面走一走 过观察一些动物 然后加上我的漂亮的轮目 去捕回 贵工厂的机房具 它要怎么去 它的情况 这个带群 它怎么去比较经营人 比如过我过来去英武之后 我想找到一些机关 让我们可以互动 鱼锅鱼巴 它唯一在古巴的桶子展开 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 运用天马行空的灵感 江澄瑶用双手 打造令人炫目的金属世界 开创出台湾金工艺术的新风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